陳玉珍 你居然連你缺牙 爛牙 都可以栽贓到民進黨身上 所以 骨牙齒不掉 對啊 所以我不好意思 你看 所以 人家去補牙齒 所以我覺得 這一種是非常不良的示範 明明昨天晚上你直播的時候 就已經掃了那顆牙齒 是的 然後 但是呢 這個是也給官員休息的時間 因為所有的人都不斷電的 一直開一直開 但居然還可以講成是今天早上 在財政委員會被民進黨打斷 這完全是謊言 連自己缺牙都可以拿來消費 你就是一個無恥之徒 今天早上 在財政委員會 我們要再審財劃坊 但 非常讓人遺憾 也憤怒的 是國民黨跟陳玉琛 居然 居然 完全不讓現場的委員 還有 列席的官員 包括 邀請上來的地方的縣市首長 來發言 就只用三分鐘不到的時間 就強行 念過條次 連條文都沒有念 只念過條次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就把這樣子一個攸關六千億以上的財劃法 送出委員會 接下來可能就可以強行表決 這個財劃法如果通過 對台灣來說絕對是一個災難 尤其是國民黨的版本 在國民黨版本裡面 第一個 會擴大台灣的城鄉差距 第二個 它會讓中央政府過去可能可以統籌 各個縣市之間的差異 哪些縣市 因為過去可能財政上比較弱勢 需要優先照顧 這樣子的分配權 都被國民黨版會完全閹割掉 接下來 中央也 在資源上面 也會不夠 所以 只會減少對地方的各種一般性的補助 或者是計畫性的補助 都只會減少 所以 這麼一個荒謬的國民黨的版本 居然 現在陳玉珍跟國民黨 是用三分鐘不到的時間 就強行送出立法院 結果最後 還要拿自己的牙齒 來消費 來說謊 把自己明明牙齒保健做不好 可能你不刷牙 可能各種原因讓你一口爛牙 但連一口爛牙 缺牙 都可以怪到民黨身上 不要拜託陳玉珍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不是這樣當的 立法委員不用當到這麼無恥 像你一樣無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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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